今晚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叫大贝罗马呢 从春节上映以来 现在票房已经突破四亿了 那在今天呢 是大贝罗马的呢 突破四亿的这个记者会 那我们主要的演员 也都来到这个现场 那我们看一下呢 前面就是朱颜皮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呢 现场的记者会的情况 对不对 我也还没结婚啊 你问的话我就不敢结婚 因为我怕下一步 对不对 没有像这样的 我就管了 不会 谢谢大家啦 很 那个 运气不错啦 运气不错 这个 各位太平常 太高兴 他们也逼不得已啦 哈哈 你想到票房这么好 还要一直来问 看起来你说 你还有两部戏没有上 他这一部麦布 会不会两部戏上了 会不会压力更大 万一就是说 不会啊 就是没有上这么好 就不会被麻烦了 好 看还有谁麻烦 看有没有鼓励的 没有啊 看完下 谈别 现在谈到也蛮好 没有谈别的情形 主大师请问一下 那个 好像中山医院那边有包吱 对 对 那你之前也说 你拍这个 变拍变 变拍变去医院啊 对啊 很多医生有照顾到啊 所以他就要回馈这些医生啊 好在这个院长 我 怪怪的 怪怪的 我电话就进去了 进去 就 急诊室就有人在等 连这个 这个 这个从大陆回来啊 叫做那个 你叫做什么 诺 诺 好厉害 他好厉害 我们去那个 诶 去小一时那里 还是 我去小一时那里 玩了出来 要拍一个在 在那个中天啊 在门口要拍的一个 只有手放在这里 会这样 会 会躲啊 我就赶快送 赶快送 赶快送中山 我就把院长 打的就好了 所以之前跟中山的院长就很好 对 我的脚就是他给我治好 那脚本来是怎样 我告诉你啊 这个运气就是这样 我这个脚已经 付出了第一次在做秀啊 我们杨总市长就叫我 叫那个小叔啊 叫我那个经纪人 我要拍前面 拿一个仪式给我做 这样 但是我刚好碰到他 就打那个扣尿蒜 就打了 这个脚才好 啊 好了以后 宿主啊 我就打电话给宿主啊 叫宿主来演戏啊 宿主说他已经 没有办法走路了 就坐在屋子上 所以肯快去 我介绍了 那就他就去找那个院长 去五次而已 现在你看 会踢我 会踢我 很厚 就这样 那当初你说 生病是什么病 那拍到生病 但是拍得好爽 啊我几岁啦 我不是杨又琳 对不对 我讲杨又琳 什么样都没有关系 我们两个硬气都好 我们拍那个 有没有 插的 插的 好在啊 那最后一场 我在我们 那一场 导演说 ok 吃你 ok 我们两个人 都很热 都很热 然后又在屋顶 整个沙都在我们的 头啊 眼睛啊 耳朵 鼻孔 都已经都没有办法动 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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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可以在 这个新宿宿的机舍盒的现场 可以说是媒体领利 那其实呢 主要的演员呢 朱克亮呢 在呢 这个导演呢 邱宇欢的陪同之下 还有呢 那个男主角 杨又玲 跟女主角呢 这一个郭彩姐 她们也共同的陈述 拍摄大北浪马的一些过程 可以说是相当的辛苦 同时朱克亮也再三的表示呢 非常谢谢大家 对国片大北浪马的支持 其实她们却目前的位置 在台北大北浪马的 破世易 庆功记者会 为你做的采访报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